大安森林公園嚴格上台講是不合格的 你在大安森林公園找不到一隻不是麻雀的鳥 因為都完全沒有生態 那我們做什麼 二重蘇宏道 424公頃 我利用二重蘇宏道的改造 我要改造半個台幣錢 多少人住在那裡 一百萬人 一百多萬人 現在是這樣子 漸漸變成這樣子 現在是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 這些都是人工師弟 這些都是人工師弟 所以呢 你們現在黃昏區那個地方 有五萬隻燕子 所以它是一個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 這張圖就很諷刺了 全世界離水最近的地方 都是房地產價格最高的地方 都是房子最漂亮的地方 我們在這麼漂亮的地方 然後呢 旁邊是什麼 毀章工廠 最笨的政府去拆人家 是毀章工廠 被人家丟雞蛋丟石頭 那你怎麼辦 我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都市計畫跟著改變 我只要把遊戲規則改變 這邊的土地一平之一百萬 地主自然把它給拆掉 哪需要也是拆它 它自然會拆掉 我只要把遊戲規則定清楚就好了 就這樣子 現在變成這樣 這計畫還在做 未來變成這樣 那附近的房子一坪賣 屋庫一坪賣十二萬 各位你們就趕快去買 三種路之後你們快買不起了 屋庫你們還買得起 一坪 從那邊想地方可以變成這樣 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子 今天就變成這樣 今年一大部分地方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以後呢 這邊的人就跟這個 這個時候結合 現在 最貴的是這兩根條鎖子 其他不要錢 然後呢 我們不讓民眾 我們不讓民眾走路橋 我們做一個空中花園 做五個空中花園 二十米塊 汽車走隧道 所以你可以散步坐輪 以及腳踏車 Forever 你可以進到這個公園 大家可能 我那邊做不起這個民水路 民水路的房子一坪賣一百多萬 一點道理都沒有了 民水路的人根本進不了大支 那個基隆河的那個 那個 那個河冰公園 根本進不去 根本沒有這個 所以台北市的房子 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這個計畫 讓我們做起來 台北市要損失五十萬 我們就盡量把台北市給做掉 因為我們 我們都市比你漂亮 房市比你便宜 生活經常比你好 這就是我們做的 所以我花多少錢 只算這個基隆 我花的錢更少 不到三十億 我只花了十億 為什麼我只花十億 因為我必須要符合水利法 水利法蘇宏道是個行水區 我只能做土方一轉 我不能做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大的功能 然後呢 這個project花了一億 現在變這個樣子 一億 壁壇 大家多久沒去了 好 約會趕快去 捷運站做到底 這樣就到了 花了一億 現在是北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我們農工系的譚教授 買了一個房子在旁邊 一個apartment的房間 原來買二十幾萬 現在經過變六十萬 但是重點不是說 我把壁壇變漂亮 事實上我的重點是 當壁壇變漂亮以後呢 整個新店的老街要跟著再找 但是我離開了 他們只看懂了把壁壇變漂亮 沒有看的方式 當壁壇變漂亮 我的新店的老街要跟著再找 所以always現在有幾個keywords 跨裏域的整合 我找一件東西當做引擎 把東西改變 然後跟公民對話 跟跨部會的對話 這才是重點 現在必然變這個樣子 花了多少 花了一億 真的是漂亮 還不錯 還可以 我們臺北縣的污水處理 我做了三百公頃的人工實力 一件處理叫三十萬噸的生活污水 這是我們的污水處理場 這個東西是我們環工所不教的 事實上沒有一個所在教這個東西 這是它利用植物跟岩石跟縫隙的微生物 來處理它的污水 這是我第一個設計的 在那裡 在貫渡自然公園 這個廠一千四百萬台幣而已 一天可以處理五千噸的生活污水 你站在這地方 絕對不會聞到臭味 我剛開始設計完這個廠 我同時還做了一個利堅廠 花了兩百萬 這兩百萬只是買石頭而已 其他都不要花 我們做完以後 我們臺大的余教授說 我們環工所可以關門 因為他們不教這種東西 不教這種東西 因為沒人在教 這個廠剛做完三個月 一天可以處理一萬四千噸的生活污水 同時是全台灣高橋最多的地方 這個廠處理兩萬噸的生活污水 所以去年開始 我們已經處理掉八十 百分之八十的水都處理掉了 省下來九成的工程預算 它的去除率將近七成到八成 它不能取代所有的污水處理廠 但是它是一個輔助的一個設施 然後這是附加價值 人工設計你們不用看 周三路就有一個 但是那個是蠻失敗的 台上還蠻奇怪 有這麼多專家 我用去找了一個廠商 做了一個蠻失敗的人工設計 不過已經算不錯了 這是自己跑來的不是抓來放的 省下了九成的工程預算 然後呢 我做了三百請的公園 然後水質還沒有這麼好過 然後呢 絕機的魚再回來了 然後落實在學校教育 台北縣有三百所學校 四十二萬個學童 二十五萬家庭 我來去國民黨算的話 它是計時 將近一百萬張選票 如果你們要選舉 這個才是選舉 你們那些裝腳可以這麼好看 我們怎麼辦呢 我就把它成立一個 叫做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這個是我們台北縣中小學教育的引擎 他們做課程做規劃學廠 然後呢 私地 我們人工私地附近的學校 叫做生態重點學校 遍布在全台北縣 然後呢 這個叫做低碳學校 他們現在非常活躍 還在做 小朋友 利用這地方 老師 家長 智庫 利用在這地方去做觀察 做校外教學 在活動 我們五股中的小朋友 每個禮拜都要去私地 去觀察 去採樣 去observe 我們剛剛講說 我台北縣的小朋友 有沒有進 有沒有辦法進建東北縣 這是matter 那是他的照顧 但是他一定要懂環境 這是重要的 我們在 這個一個 一個 一個福聯國小 在 共聊 那邊的小朋友 畢業典禮在海底下 去行的 老師跟家長 家長沒有 老師跟學生 跟小朋友 全部遣到海底下 領兩張證書 小學畢業證書 跟這個 初級的 Squad Divor 的證書 兩張證書 我們希望每個學校都不一樣 所以 落實在 小學生教育 小學生教育 所以呢 我們也做一個這樣的 一個 Network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特色 我們的特色 所以我們把 水變乾淨了 都市變漂亮了 然後讓兒童 環境變好了 學習得很好 這個計畫 昨天 不知道要幹嘛 新聞界不曉得哪天 哪根經常想到的 開始談 地盤下線 彰化 雲林嘉義 地盤下線 居有多少 1000平方公里 十分之一 西部台灣的 平原 現在海底下 它在海底下 3.6米 我跟荷蘭人講說 你們會照路 沒什麼了不起的 台灣人會照海 我們把海底下去了 就 懲罰海底下去了 我跟你們慢慢 算這頂章 張雲嘉 一年 抽60億噸的 地下水 全台灣 50座大小水庫的 蓄水量是 21噸 他們用掉 150座水庫的水量 61噸 這些家裡呢 初一十五家裡 拜拜就會驗水 他家裡只要拜拜 大潮他就會驗水 這邊的房子呢 一毛錢都不值 這些人蓋房子 四年以後 就變成地下室 一樓四年以後 變成地下室 61噸的地下水 水價一噸九塊錢 水價五百四十億 水利署每年在這邊的 投資幾十個億 路要墊高也是幾十個億 整個的社會成本七百億 加一線 一個現在水產養殖的 產值 四十億 我們丟了七百億 讓它算四十億 然後昨天的一個議題是 高鐵從這附近過 高鐵經過的地方 一年下潛不可能 所以高鐵是非斷不可 昨天高鐵局 高鐵公司說沒有問題 謝謝